都说猫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这位小姐姐的猫 就在搬到新家后犯起了邪病 她总是莫名其妙突然抬头 直勾勾地钉向天花板上的某个位置 可主人顺着方向看去 天花板上却什么也没有 如果只是这样 主人不至于如此紧张 但是就在几天前 发生了一件让她无法理解的事情 女主人说 那天晚上12点多 听到厨房传来一阵杂东西的声音 早晨起来一看 是饮水机上方的杯子碎了 她原本以为是小猫调皮 晚上到处乱窜的时候碰掉了东西 可看过监控之后 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视频中的小猫 像是被什么东西引到了厨房 全程拱着腰摆出一副攻击姿态 她先是躲在餐桌下方观察了一会儿 接着走到橱柜面前 抬起头不停张望 嘴里还发出喵喵的声音 猫咪就这样盯着橱柜 看了十几分钟 最后却像什么都没发现一样转身离开了 但是从那天开始 她的注意力就从天花板 转移到了家里的各个地方 厨房 餐厅 客厅 储藏室 猫咪就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 把能探索到的角落翻了个遍 起初女主人还自我安慰 怀疑家里是不是招了老鼠 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各处缝隙 几乎把家翻了个底朝天 却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这也正是让女主人紧张起来的原因 因为家里除了她自己跟两只猫 没有其他人类 也没有其他活物 难道能是房子出了什么问题 女主人一直相信 动物的眼睛能够看到某些人类看不见的东西 而且原本只有一只猫咪出现这种异常 但是从昨天开始 家里的两只猫都会往天花板上瞄来瞄去 更可怕的是 女主人听见客厅的吊灯 传来了碰撞的叮铃声 然而当时她跟两只猫咪都在卧室 那么会是什么人 或者什么东西碰到了灯呢 因为实在太过害怕 女主人向电视台发出了求助 而节目组也派来一位动物行为研究专家 来解读两只猫咪的异常 专家首先安抚了一下女主人的情绪 说猫科动物本身就比较敏感 哪怕是一只小虫飞过去了 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所以暂时别想太多 也许就是家里进了某种鸟类或者飞蛾 紧接着专家又检查了一遍各处缝隙 这次连窗框都没有放过 却依旧没能发现任何一点 无奈之下 他们在客厅跟厨房又安装了六个摄像头 全方位监控房子的状态 终于在三天后 收到了女主人的紧急求助 专家火速赶往现场 刚到门口就听见女主人惊恐地喊着 专家问她到底看见了什么 女主人就哆哆嗦嗦地打开手机 展示了一张照片 放大后可以清晰看到 那是一只蝙蝠倒掉在客厅上方 女主人说完还伸手指了下位置 原来昨天傍晚时分 她发现吊顶上趴了个黑色东西 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下来 结果发现那是一只蝙蝠 本想用网都把它套住 可是刚一靠近 它就在房子里乱飞 中途还被自家猫咪跳起来抓了一下 随后突然消失了 女主人说自己昨天一整晚都没有睡好 所以今天赶紧联系节目组 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听完原委之后 专家立刻着手行动 他们仔细搜查了房子所有的家访 甚至用上了专业的勘探设备 突然所有人像炸锅了一样 女主人迅速躲到一旁 而摄像小哥火速扛起了机器 原来专家找到了那只蝙蝠 她就藏在厨房推拉门的滑道里面 也正是两只猫咪最常看的地方 专家戴上手套把它取出来后 发现这只蝙蝠还处于冬眠时期 展开翅膀一看 上面破了个小洞 应该就是被猫咪抓住那一下 滑出的伤口 随后专家给她喂了点水 准备带回去治疗 等康复好了就放生野外 而女主人感激地拍了拍自家小猫 要不是猫咪表现出那些异常 她根本发现不了家里 多了个不速之客 万一冬眠结束打了个照面 到时候才真的会被吓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猫咪对于这种长翅膀的东西 真是天生敏感 不过起初那种神经质的表现 也确实蛮吓人的 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盯着啥也看不见的地方 怪不得女主人会被吓成那样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